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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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让不少剧迷都十分遗憾 没有想到是最萌的唐悠悠有了不完美的结局 在访谈中邓家家也表示 倒没有了爱情 但是还有有情趣珍惜 让不少网友都感觉十分心酸 王传君一个人的剧眼 让唐悠悠和关谷神奇这两个角色都成为了遗憾 这也是大家感觉非常惋惜的地方 但是十年再聚首的他们 身边还是有着互相依靠的人 相信电影也是十分让大家期待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小编的文章分享完了 对于王传君的剧眼 谢谢大家